大家好,欢迎出席关于第六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记者会 我们有发展局局长黄伟文先生 保育历史建筑咨询委员会主席刘志鹏教授 文物保育专员蒋志豪先生 我们今天的流程局长跟主席会有一个发言 然后有提问的环节 首先局长谢谢刘志鹏、蒋志豪、娟员 还有出席这个会议的都是参加第六期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的记者朋友 你们参加这个活动我们都非常感谢香港在活化历史 我们希望做得更好也希望大家今天传媒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宣布第六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第一批的领选结果 我们19年的12月的时候开始接受申请 涵盖五座历史建筑 分别是大潭都园臭水站的员工宿舍群 还有白楼半山的景仙里 在马湾的方圆疏 还有渗水部前北九龙裁判法院 2019年新冠疫情 我们就延长了相关申请时间 2021年的1月 我们收到了71份申请书 当中大潭都园臭水站员 员工宿舍有9份 白楼有10份 景仙里有18份 方圆数是5份 然后前北九龙裁判法院也有30份 评审工作是我们要感谢 保育历史建筑资讯委员会 刘志鹏是教授是主席 在临选过程里边 他们需要参观建筑物 深入讨论火化的方案 提出他们的专业意见 我们再一次跟刘志鹏教授 跟所有委员会要表示政府的冲心感谢 委员会就临选的结果 已经提出了建议 政府也接受了原则上 就批准了非牟利机构提出的计划 首先在大潭都园臭水站员工宿舍 这个项目就给互联网池山基金有限公司 还有写办机构海港学校基金会有限公司 他们会开发一个叫水源的项目 他们就在占地比较广的 充满大自然气息的地方 提供自然体验的一个幼儿教育 也提供生态保育 秀闲活动包括岛场团 抗乐文化活动等等的一个设施 这个也会设置一个叫water gallery的展览区 展示香港供水历史 还有一些价值 第二个项目是白楼 这个就叫给国使教育中心 开发一个叫幼幼馆的 他们就在一个典雅的三级的设施 设立一个教育中心 就结合环境教育 透过一些展览导散团 还有专家讲座 还给社会大众加深对环境历史的认识 从中了解香港历史 其中也会提供印度跟中国美食 活现白楼 与绿顿制家族的一些背景 文化 第三个项目是景贤礼 这个是天大研究院 跟国际普尔茶写会有限公司 跟中医药全球出京会有限公司 发展的一个项目 他们会把这个中国文艺 发展成为一个学习的中心 加深 大众对普尔茶 中国药材的认识 推广整体健康生活 推广一个健康生活 商务也会利用景贤礼的建筑 反映香港商城华人社会 在30年代到80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以及体现工作生活平衡的一个健康生活方式 在马湾的方圆舒适是香港基督少年郡发展成为一个方圆 唱学方圆 他们会把原油的我们叫步步摘的功能 透过加入创客元素 就给不同年龄的人士可以参与学习 贯彻他的教育使命 商务也会举办一些特色的导赏团 结合其他的历史文化古迹跟自然环境 就刚才四个接受的建议政府需要博款五一八千万 也会博备合共一千五百万支柱 四个项目的初期的营运开支 这四个项目就可以提供就业机会 我们相信他在2025年开始投入服务 一共能够提供98个职位 在项目启用后也会开放大部分的历史建筑给公众 可以参观 项目也会举办一些免费的导赏团 市民可以在亲自享用里面的设施 加深提高保育活化历史的意识 观测这个伙伴计划的精神发展局会尽快的完成项目规划设计 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也包括按情况跟成规会提出一个规划的申请 另外在规划设计工作完成后 我们也会协助不同的获选机构 保育历史资讯委员会还需要一些时间来进行相关的评审 我们目前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可以完成整个评审的工作 在2008年我们推出这个计划跟非牟利机构保留历史建筑 让市民可以参观有历史价值的建筑 我们也期望透过活化项目可以重建社区提供就业机会 刺激经济也提供一些社会服务 到目前我们已经是第15年 有22个古建筑当中10个项目已经在营运当中 计划到目前已经有5个项目获得了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 亚太区文化遗产的保护长 我们深感荣幸 这个成绩证明我们本地活化在用历史建筑的水平 是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今年我们一共有三个项目会在今年投入服务 各位朋友我的简介到此为止 我请刘志鹏教授请他介绍第六期的项目的甄选工作和他们成功的原因 谢谢局长各位传媒朋友各位嘉宾 今天非常高兴代表保育历史建筑资讯委员会代表他们来介绍评审工作 我们的委员会在2016年成立 我们接受了之前进行中的活化计划的评审工作 我们参考了过去五期的活化计划的经验 在这一期的计划里面我们继续沿用一些既定的规则 比方说在第一轮的评审中我们限定申请书的页数 申请的机构只需要提供一些具体的概念 那进入第二轮之后呢才需要提供详尽的资料和一些技术的建议书 原因是在第一轮之后呢 我们希望能够尽量的了解申请者的意念 想法和计划的内容 在第一轮他们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功夫在细节上 花这样的精神和金钱 另外呢我们也因应市民的要求 让市民可以在这一些计划落成使用之后 可以参观 也可以使用这一些历史建筑 所以申请机构呢有规定就要列明 在营运之后它开放的详情 比方说平日和周末公众假期有没有导赏团 一般人可以进去吗 还有每年的开放的日数 评审程序大家都可能最关心 而且社会上觉得最神秘的部分 其实也不复杂 刚才局长已经说了 我们有四个项目 和一共收到42份的申请书 我们举行了九次会议分两个阶段去评审 第一个阶段 就是根据申请者在表格上提出的一些概念性的资料做评估 然后我们在这些资料中呢就拣选了14个申请机构进到下一轮的评审程序 这14个机构呢要跟我们会面 就他第一轮的计划呢提供更详尽的资料 还有一些技术方面的数据等等 然后在14份当中我们也进一步挑了6份 进入再下一个阶段 委员会跟局方就会要求他们提供更详尽的资料和数据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 我们终于挑了四个项目的优胜者 评审标准方面 大家都熟悉了 就是五个范围 一个就是彰显历史价值和重要性 技术范畴 社会价值及社会企业的营运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财务可行性 第五就是管理能力和其他的考虑因素 这么多年来 包括这一个委员会和之前的委员会呢 都是沿用同一套的标准 没有变过 就是五个范畴的评审的准则 好了 局长刚才已经略略谈到我们这一期的四个项目的一些评审的情况 在借着这个机会 我要警戒这一些项目做的是什么 第一个是大谈督 援水抽水战员工宿舍群 对于我们来说 委员开始看的时候呢 既觉得非常兴奋 但是又觉得有点难度的一个项目 因为是一个群组 而不是一座独立的建筑物 我们收到九份的申请书 最终我们拣选了互联网慈善基金 有限公司协办机构 海港学习基金会有限公司提供的 一个叫水源地方的建议 这一座法定古机呢 再会活化成融合学校教育和社区活动的 的概念 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活动枢纽 看历史 它在香港呢 是港岛的发展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 为了应付市民对石水 日一增长的需求 就做了一个水塘的水库的大的项目 那员工呢 我们要找一群员工来操作这个水库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宿舍 那个让抽水站可以日夜的运作 但是后来呢 因为自动化的缘故 我们现在不需要有员工在那里处理这个抽水站呢 所以宿舍已经腾空 但是因为这个地方呢 看看它一个图片 它的旁边是一个海岸 在大鹏湾 要是你去过的话 这个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海湾 它刚刚就推了进去 平常没有什么海浪 有一些小艇啊 还有居民在这里活动 是景色宜人的一个地方 而项目的详情已经说了 他们会设立一个water gallery 我们跟申请人谈了很久 委员会认为 获选的活化方案可以善用 这个建筑群的优势 把大自然和历史元素融入教育里面 还有就是把渔民的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出来 所以非常配合这里的氛围 第二个项目呢 就是白楼 看图片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建筑物 我们收到十份申请书 最终就是跳了国事教育 香港有限公司 他们就的建议呢 就把它国画 把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融入和结合于环境 教育中的一个学习中心 有文化有历史 也有环保 也照顾到他所在的地方 的一些社区的因素 大家都知道 局长已经说了 白楼是一个三级的历史建筑 是香港著名印度和绿敦志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 该的一个私人住宅 经过岁月的更替 这一所住宅呢 变成政府的产业 获选的机构 他们打算把这样的大宅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比方说专题 展览 工作 工作坊等等 让市民可以参与 也可以加深对周围环境的认识 知道深井和全湾的历史 因为这个建筑物呢 就是在深井和全湾之间 当然也了解到 巴斯人在香港的历史 在香港早期的发展的话 他们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国史教育中心 他们也会有中国和香港历史的探索等等 这个环境要是你去过的话 它有一个展览馆 你会知道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看这个图片 远看 可以看到青马大桥 这个观赏 那个日落 很漂亮的 委员会就觉得 我们这个伙伴 他们把白楼活化后 就给全湾区 就能够还有很大的提升 下一个项目就是万众期待的 我们委员会的委员 在在任的时间 就经常给人提问 这个景仙里 什么时候能获批准等等 这个 它是很触目的 我们收到18份申请书 这是我们觉得非常的欣慰的 因为景仙里 那个是不容易火化的项目 我们过去曾经 在上个委员会的经验 我们还是找不到适合的项目 最后我们选择了 这个天大研究院 还有写办机构 国际普洱茶协会有限公司 跟中医药全球出镜会有限公司 来他们这个项目 你可以 从PPT看到 景仙里是一个 大宅 它面对着维港 有很绿化 有一个绿化的地带 因此它跟 这个中国茶文化 中医药文化 是非常的匹配的 因此我们委员会 在选择的时候 也考虑到 这个伙伴 他们的业务 跟这个环境 能不能 有一个匹配 这个项目我们看到了 它相当适合 景仙里 是一个比较静态的 优雅的环境 大家也知道 景仙里 它本身 这个建筑风格 曾经 做了很多电影的场景 还有很多本地电视制作品 也出现过 比如说 《金华春梦》 所以 市民也非常关注 这个项目的去向 我们也感谢康文署 他们做了很多长的开放日 是让市民 更加油 有更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们这次需要选择一个很匹配的伙伴来营运这个景仙里 我们相信 这个获选的方案 可以把这个法定的古迹 可以给全港市民海外游客做一个推广 他们加深对景仙里的认识 对中医药 对这个中国茶这个认识可以深化 最后一个项目就也是 我们那么多企业项目里边 最小巧的一个项目 我们有一个说法 这个 这个又小又美 我们收到了五份申请书 获选的机构是 香港基督少年军 他们会把这个项目 打造成一个创学方圆 他们刚开始的 赞钱的 它本来是一所学校来的 现在这个创学方圆 现在这个创学方圆 就是把一个传统的 的一个传统的书师把它 把它打造成 现代化的村学校 里边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去执行这个营运 包括它有不同主题的工作方 岛上团 还有不同的 stem教育课程 给不同年龄群的观众 创造一个学习体验 那当然我们也不能忘了 方圆 它在马湾这个岛上面 它是一个书师 所以 创学方圆 也结合马湾的特色 加到这个内容里面 他们就按季节 会介绍 马湾是书院的一些文化特色 他们也做了 左下角看到了这个房子的右边 他们加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是一个新的结构 提供了一个新的空间 可以做观赏 可以进行交流活动 聚会也可以的 获选机构 香港少年郡 为什么获选 是因为 他们在当地服务了很多年 他们很熟悉马湾 他们知道 那么一个小的空间 怎么在马湾这个岛上面 怎么发挥它的功能 因此我们 有信心 他们 在马湾里边 不同的营运项目 可以 在这个创学方圆里面 产生一个协同效应 带来良好的效果 那么我们总结一下 那个计划 整个活化 历史 建筑伙伴计划 是08年 开始 是已经14年了 我们现在是第六期 我们之前收到很多创意的建议 活化的成果 大家也有目共睹的 我们现在有营运的项目 有一些扶修的项目 准备营运的那些机构 的项目计划 大家都 都非常 觉得非常的精彩 我们展望未来 也会参考这过去六期的经验 推出更多 适合的项目给市民享用 最后我就代表 委员会 跟第六期活化计划 所有参与者表现感谢 希望大家也会继续的 出一份力 继续的 申请我们未来的活化项目 在这里也 祝愿 和伙伴计划的所有 获选的项目 能够顺利的进行 谢谢各位 感谢大家 现在提问时间 记者在提问 举手 我们会把麦 提供给你 经济日报的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一次 四个项目 有那些都比较偏僻的 方圆 舒适 因为太偏僻 经营困难 要结束营运 那么这一次 会不会有一些策略 让它营运好一点 就算它交通不方便 能不能克服这个问题 第二 过去疫情 对一些营运当中的项目 他们的影响有多大 有没有一些项目 有没有机构 他们 这收支平衡 需要延长 甚至服 就像换人 要结束营业 要结束 谢谢两个问题 我就回答你 第二个问题吧 疫情有影响的 人流减少了 那么如果它需要人流才有收入 那收入就减少 过去一段时间 一些营运中的项目 我们在防疫抗疫基金 前后两次博了400万 来支持现金流 所以我们收到的消息 他们都可以 希望疫情放缓后 人流可以增加 那么个别的项目 方圆术师 本来是学员学院做的 他不做有很多的考虑 比方说他的想法可能已经不同了 所以我了解刘教授方面 要是有新的项目 长远来说他们需要自负淫归的 他要说说服 评审委员会 他的项目是可以做到彩绘审批 那比方说在未来 我们在中央层面多做一些宣传 让更多的朋友可以去观赏的话 我们会努力的做 我看看刘教授有没有补充 我要回答关于方圆的地方偏远的问题 刚才局长已经说了 上一个营运者是基于他整个机构发展的方向重整 他们不再认为方圆他们想继续下去 我们现在找到一个刚才记者朋友问到的问题 他们已经在地了 他们在马湾已经做了很多工作 他们知道怎么去 里面有什么活动等等 还有的就是这么多期的建筑历史伙伴计划 有大有小 就是有不同的规模 所以方圆是一个比较小的项目 所以是坐落在一个小的社区 也非常合适这个机构来做营运 所以这一期我们挺有信心的 我觉得这个营运者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营运困难方面 我来补充吧 我们克服这一些困难 早前在上个月初 在饶宗仪文化馆 我就召开了第1273的营运者在交流营运心得的一个工作坊 我以为我会收到很多投资 但是原来不是 专员也在厂 原来他们挺高兴的 当然是有困难的 但是大家在分享困难的时候呢 就发现在困难的营运的当中 困难的疫情中 他们想到一些办法来生存 他们觉得这一些办法呢 也可以跟别人分享 要是有新的营运者 第六期的营运者 他们打算把这一些经验呢 跟你们分享 所以你们可以放心 他们会跟你们联络 把他们生存之道 跟大家介绍 所以我觉得是挺理想的 这一些活化项目的营运者 下一条提问 第三排中间的那位女士 你好 我是香港01的第一条提问 景贤礼 景贤礼 过去呢 曾经试过两次流标 这一次呢 是否做了某一些调整 让营运机构呢 比较容易去中标呢 为什么过去这么难 找机构来营运呢 这一次呢 景贤礼 有一些工程会进行的 包括会盖一些楼梯啊 还有升降机 连接到地面的游泳池 工程大概如何呢 对于日后景贤礼的外观和结构有影响吗 另外这一切景贤礼 建造的成本大约是两个一 有没有信心 营运机构可以自负盈亏 就不会出现以前的跳船的情况呢 第二条是关于珍宝海鲜房 社会上呢 对于珍宝的去留都很争议 不好意思 我们先回答活化计划的问题 有机会的话再回答其他的问题 我最后再问这条 方元素是因为人流 或者是机构的经营问题 最后那个营运者没有做放弃了 你刚才提到有信心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为什么对这个营运机构那么有信心呢 我请刘教授来回答 首先是景贤礼 这是一个挺困难的项目 过去两次去到最后的关头 我们都是认为不要批出 因为那个计划还是不太理想 那我们就谈了超过十年 它是一个法定古迹 在应用方面 有一些技术的考虑 比方说三层楼 我们不想二和三楼都开放 要改动结构 加装剩降机等等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营运者 提供一个空间 让他可以加建一些构筑物 过去两期都有这样的计划数 所以这一次也有加建的部分 也符合我们的要求 至于如何营运 是不是我们放宽了 准则呢 我们实在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机构 那他肯定要在财务方面有可行 活动方面不能太多 也不能太少 那生意不能太多 也不能人太少等等 所以这个计划呢 就是我们坐下来喝杯茶 推广一些食料等等 所以我们的委员会 在看到这个项目的计划的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轻松了 不同于其他的计划呢 可能有一些太多的活动的计划 我们觉得比较难 所以这就是这个情况了 让我们大家都有点信心吧 我们开放日都去过不少次 这个地方呢不能就是做太多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度挺高的计划 所以今天的计划呢是切合我们的要求 方圆我再说一遍 方圆又是一个很特别的计划 因为马湾不是我们随时去的地方 因为交通上的限制 最初我们第一次批给学员 学院的时候呢 因为在地域方面 他认为他有优势 可以做点什么的 但是在那个年代 马湾的社区 重建还不是很理想 很多建筑的项目在进行 方圆在早期的时候呢 他认为他要面对一个发展中的社区 要随着社区来发展 但是今天马湾已经发展好了 营运的机构呢 已经落地在那里做了很多年的工作 他非常熟悉这个地方 所以提出来的计划 不是纸上谈兵的一个计划 他们从经验 得到的一些食物才准备这个计划 我们最近举办元宇宙 这个方圆呢 加上元宇宙的话呢 就可以做很多事 不限定于一个马湾 马湾的好处就是一个品牌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地方 在1997年的时候 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就在马湾这个位置 所以马湾这个名字呢 在香港来说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牌 好下一条提问 第二排中间的女士 你好我是明报 要问的是关于景贤里 之前有两次流标 政府说过会放宽有关的条件 甚至开放更多的土地用途 能不能说哪一些条件已经放宽了 大家也比较关注那个游泳池 这一次呢 游泳池是否不会改动 还是会有一些建筑物呢 另外就是方圆树市 过往因为人流太少了 所以有机构最后呢 决定交款这个项目 会否担心这情况再出现呢 这个营运机构 对于这个地方非常熟悉 但是政府会有一些额外的措施 来帮助他们避免相类似的情况吗 这一次的申请的数量 你们满意吗 之前的反应会一般 那么会受什么的影响 我来说说第三个问题吧 这一次我们收到 五个项目有一共七十二个申请 你对比过去的一百一十四个 有七个项目 之后的几期有时候五个四个这样 所以第二期三十八个申请 三十四 第四个 第四个二十六 第五期三十四 从政府角度 我们不会定最低的要求 其实我们希望更多伙伴 认识这个历史保育的重要性 我们是跟社会结合 一方面历史建筑可以保育 另外就提供一个空间 给社会有价值的活动 我们社会有很多的创意 我们不一定想得到 上一期有一个导盲犬的训练 这个项目会成功的 方圆那边 我想你们会考虑到人流的问题 刚才我说了 方圆本来那个营运者 它的方针变了 就像刘教授说的 如果一个小的项目 它的营运开支会低一点 每个项目还有第三个问题 你要给它尝试的机会 到今天已经营运的 就没有办下去的 一个就是方圆 另外一个就是北酒收了回来 上 凡那学院他们有另外一个想法 他们离开了香港 把建筑物还给我们 我们会尽快的把它推出来 给社会发展 所以从我们角度 如果我们太多的顾虑 很多东西是办不成的 整个保育计划是给社会尝试一下 我们会给伙伴一些写助 一些资源 社会会告诉我们 这个项目能不能成功 我们这几个项目都会成功 我不知道教授有没有补充 我们 我回答大家 我们第一期推出景弦里的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建筑物太漂亮了 所以第二项目 我们给了多一点的价钱比重 经过两次的尝试 我们发现影响不是太大 我们这一次 就跟其他项目的标准一样 这些分数是均等的 我们不觉得这一次景弦里的 我们放松的要求 他们都是面对五个标准 来进行申请 申请者知道 我们过去 我们做了14年了 对这五个标准 他们掌握得非常准确 没有说宽松了 所以就批出去了 那游泳池那边 我知道它是会保留的 有线电视 这个工程要花五一八千万 还加一一八千万 那个数字很大 那么你怎么样说服市民 这个花得合理呢 那什么时候能开放 什么时候能完工 另外教授也说了 景弦里是很多派系的场景 另外一个是珍宝海鲜坊 今天就要开走了 那么教授做回历史建筑物保育的主席 你会不会觉得可惜呢 局长也会不会觉得舍不得 政府可以做什么呢 第三 请局长回应 传说你会做财务的副市长 那么其他的议题 我们最后才回答吧 第二第三问题太 冲击性太大了 能不能 工程五一八千万 再加一千五百万 这一半的营运开支 那个数字很大 你怎么说 怎么说服市民这花得合理呢 那么什么时候能画 好可以开放 你看那个数 政府 分开注资最近的财政预算 这一半的财政预算 总投入是三十二一 现在花了 我们投放了二十七多 超过二十个项目 每个项目它 建筑保育的需要 我们有专家去审市 去看那个保育工作 是不是合理 我们一直在监督 那么如果社会觉得需要保育 你不去处理它 可能会塌下来 因为这些都是旧的建筑物 我们每次去立法会 我们都做充分的解释 立法会也支持 所以反映了 我们这个保育意识 是提升了 我们会继续的 往这方面努力 你问我 投放下去 是不是物有所知 我觉得绝对是的 南华早报的 我留意到景贤里 那个营运者 他的业务 是跟政治有关的 那么为什么他会 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另外 另外 有两个商务 是 跟国家教育的 有关的 那么 是不是 太 着重于这些机构 为什么会选他们呢 另外 我想知道 警账里的业务 你怎么样去保证它是财政 是 营运 是 可以 收支平衡呢 最后 我想知道 局长 的计划 尤其我们 看到一些报告说 你有可能是 未来有可能当财政市副市长 你怎么样评价自己的工作表现 因为香港的土地供应还是落后 我 我 请教授 回答你 关警贤里的问题 还有 那些 参选的 申请 这个警贤里的 这项目 呃 受 市民的很大的 很 关注 因为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建筑 有很 又久的历史 但是 这是一个 很具有挑战性的项目 因为它是 在万载办设案的一个建筑物 第一个 我们 注意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交通 交通评估 这个伙伴 他 没有提供一个很宏大的愿景 我们 一直在寻找 一个 申请者 这个 申请者 跟这个项目很匹配的 我们也不希望 收到当地居民太多的投诉 所以 所以 这一次 这个 国际的中医药的 的机构 是一个很好的伙伴 另外 关于你的问题 就是有太多国民教育的元素 我想 社会都期待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上一次呢 当我们 看到有一些伙伴 他们 就是在提供一些治疗 和康复的服务 香港需要一些康复 所以 所以 这一次呢 我们 谈到教育 在香港 非常重要 除了 国民教育 以外 其他的 伙伴 也有一些 是STEM 或者是STEM 教育方面的 提供 其实 我们的原则呢 其实我们没有为 申请者 提供一些指引 就是说 你们是要 提供一些什么活动 在哪一个项目 提供某一些活动 那 其实我们要 主要还是看 申请者 他们的意念如何 所以我们就 按这些准则 做挑选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 多回答 两条提问吧 有 右边 白色衣服的那位 我是南华早报 是 那个 香港电台的记者 刘教授 可以解释 为什么 警协力呢 是 中医药和中国茶的 推广的一个好地方呢 那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我 第二条提问 是关于 你就是 你的简介说呢 有 建筑一个升降 即两部 其中一部呢 就是在室内 能不能解释一些 一下这一些建筑 建筑 会如何影响 本来的结构呢 要是你要 然后 加设这一些新的建筑 结构的时候呢 你需要 克服什么障碍呢 我回答第一条提问吧 因为我之前谈过 这方面 刚才与广东话谈过 你可以看到 在室内的建筑 那些新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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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好像是 是 持家的那种方法 去 营养 比方说 你早上 起来 吃早饭 然后 中午饭 在黄昏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接到一些 来宾 好像十位 二十位 二十位 左右 那 应该呢 不应该 对于邻居来讲 造成很大的噪音的影响 十年前 我们在开始整个程序之前 我们已经 收到投诉 就是很多邻居都 提出投诉 他们不希望有一个伙伴 在哪里呢 可能播放音乐 对啊 或者是 举办很多活动 让这个地方呢 就是那种气氛 氛围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那要是我们喝茶的话呢 就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喝茶的时候呢 你不会发出很大的伤浪 还有中医药 还有中医药方面 这些 都是一件比较温和的 好像文化的活动 那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都没有收到邻居的投诉 所以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关注 我们整个程序 所以 委员会呢 就要确保 这样的情况 就不会发生 关于 那个剩将技方面的技术方面 我可以回答 就是无障碍设施 的提供 在每一个项目 我们都会提供 当然这是一个挑战 如何做 才不会 对整个项目有 负面的影响呢 也不会对 这个建筑的设计 有负面的影响 我肯定 这个能做得到 你去过那个 孙中山在 英皇道的那个 那个项目吗 那我们提供一个 额外的升降机 作为一个 无障碍的设施 所以我们做得非常巧妙 在景弦里 有一定的挑战 但是我们应该可以克服 这些挑战的 最后一条提问 第三排白色衣服的男士 谢谢 计划的前景 现在 伙伴计划 基金的财政 状况如何 剩下的 金钱 是否可以足够 可以做第七 第八期吗 还会有多少期会做呢 有多少个项目 会打算来 进行的呢 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第六期 出来了五个项目 我们希望 不是我最担心的 刚才我说了 这一期我们还有四个一 我们要看看第七 七有多少个项目 也要看他们本身的条件如何 要多少钱才能维护这个建筑 也要看他本身的条件 要是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拨款的话 我们会向立法会争取的 好 提问完环节 结束 我来回答 刚才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我会努力去回答 都是关于我自己的 关于下一届政府的安排 大家还得有一些耐性 今天是六月中了 很快就会有公布 但是我自己来说很简单的 有机会在合适的岗位服务社会 我是非常乐意的 谢谢大家 珍宝海鲜坊 在这一科我们没有新的资料 行政长官上星期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这里我会分享的 不是所有的保育的项目 都可以跑到最后 这个终结 有一些是成功的 有一些可能做不到珍宝海鲜坊 之前行政长官也说了 旅游事务署和海洋公园 和相关的业权人 在过去一年多努力的来谈 但最终达不到合适的方案 这个是 但是有的财产 业权人也做了决定 他们把他移走 今天早上电视新闻 也看到他已经开始离开香港了 在政府来说 要是我们谈到保育项目有成也有败的 河东花园2012年了 政府也努力的去谈 但是谈不拢 后来都拆掉了 在湾仔同德亚 我们也努力的去谈 但最后我们有没有一个 双方都能够认受的方案 其实但是有很多其他的方案也是谈得成的 就是湾仔的蓝屋 我们就是谈了一个方案 在赤柱的 马利诺神父宿舍也有方案出来了 最重要的部分也能保育下来 还有今天教授的所有的警衔里 还有透过换地方案 商务能保育下来 所以有胜有负 从政府角度每个项目我们都尽最大努力 万一不行也希望社会能体谅 谢谢大家的提问 我们有一个获选机构的合照 是个获选机构的代表可以上台合照 是个获选机构的设计 谢谢大家 我们下来的主要报表 是个获选机构的 是个获选机构的 在这边的实验尽 现在是个获选机构的 是个获选机构的 是个获选机构的 或許我們讓後面的攝影朋友先拍攝 前面攝影師蹲下 有四張合照 四位代表可以就座 我們有請大譚督沿水站員工宿舍群的莫選機構的代表出來 是互聯網慈善基金的 有請第二間獲選機構 就是百流獲選機構的代表 是國市教育中心的代表 OK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感想 謝謝 謝謝 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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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方圆书室 获选机构香港基督少年军代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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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